答應過你們介紹一個高層 Facial River河境 傳說中很美的Amenity Lounge 住戶享用的一個洗車屋 我就出去了 好了 看看車乾不乾淨 好多壞 差兩吋就真的很多 我不是說壞事 Build-in的東西 不說你都不知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ny 今天又回到這裏 應該眼裡的觀眾都知道 這裏是Main Gateway 今天會介紹第四條龍 因爲在Main Gateway 基本上有四小龍 上次跟大家介紹過 Northwest 我的客人開箱 今次我就會介紹一個 我都答應過你們介紹 因爲我現在這個盤 剛剛好 今天就拿鎖匙 那個盤是在Concord Pacific 第四條龍 在Camby & Marine Gateway 應該是最寧靜的角落 因爲我們現在走過去 應該走一分鐘左右 在十字路口走過去 我們今天就會介紹一個 433 19 樓 08 室向南的 一房加釘的單位 整個內套的圖則 是非常之勢正的 它沒有走廊位 亦都是一個高層 向著Facial River 河景 遠處無敵大 大景只能看到美國的一個 Main Baker 很厲害 很遠 我們一路走過去 一路就介紹這個W1 W1 是一個 2019年Concord Pacific的一個雙子座 有兩個Tower的一個組成的項目 叫做W1 Concord Pacific 2019 1919年 這一個Tower 在這個Main Baker 匯索設施是最豐富的 有什麼匯索這麼豐富呢 其實是很厲害的 有一個很大的宴會廳 有影院室 Corncord 亦都是有Cornciash 還有這些都很輕便宜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洗車屋 是一個私人住戶 享用的一個洗車屋 我稍後會和大家見識一下 大開眼界 節目開始之前 我買一買廣告 接著我們進去 逐一個Amenity 即是逐一個回所設施 在這裡解釋一下 新來觀眾未做 下面有一個紅色的按鈕 按了它 開啟鈕 免費的 我以後有什麼新片 Youtube 就告訴你 我們立即去看回所設施 我們現在進去 那是455那邊的回所 進來這裡 就會見到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電梯大堂 我稍後再說 先說到這邊 它一個保安也好 concierge也好 但是最好最好是塗上這個 一個很漂亮的 樓梯上去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燕迴室 好了 這個Amenity Launch 所以真的很少人會 這麼好心機 拍片 走過來 幫你一起分享 我們進來 會記得到 這個 傳說中很漂亮的Amenity Launch 訂了一個場 你可以做生日派對 可以去唱歌 也可以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平台 是Apuppet 但進來這裡 真的要訂 這個屋 我們過來這邊 就會見到 Amenity Loom的狀況 非常富麗堂皇 可以這樣說 不斷製造成語出來 這個房間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進來 這次特意 和前台姐姐 和她爹兩句 搞好關係 進來給大家看看 非常漂亮的燕迴廳 但不是僅是燕迴廳 這裡還有那個《Hidden》 不是Hidden 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個Karl K房 還有一個Cat Room 很漂亮的大堂 過來這邊 這裡就會找到 又不是傳說中 總之很多人都會知道 一個Karl K房 看看能否到達 他給了這條天使 我也無法打開 也無法打開 但不要緊 回到這個座頭455 還有個面對面的433 看健康室 還有瑜伽房 還有這個W1的特色是一個小車屋 我們關燈 馬上去 我們去匯鎖的另一邊 因為他分開了兩個座頭 第二個匯鎖會在這邊 433 South S Marine Drive 同一個FORB可以進入 進到這裏 一樣會見到很美的 一個叫做匯黑大堂 Double Height Ceiling 還有水晶燈 這邊便會找到這個匯鎖的健身房 我們進去看看 健身房的位置也是挺大的 還有一路去完 有些weight training 還有跑步機 我們過去這邊便會見到瑜伽房 還有study room study room在這邊 可以租來可以補習 亦都是同人補習 亦都是同人補習 亦是自己受補習 然後這邊便是瑜伽的中心 挺好的 這個匯鎖在那邊 435 那個較為大 但是全部都是用一個FORB 可以用得到 還有這個設施之中 還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我們馬上去看看 1908室 一個高層的單位 19樓 08室 有一個開藥的藍景 這裏不能用得到河 先說一下這個單位 因為這個最實用的景是這邊 整個layout 一個FORB 非常漂亮的FORB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DAN 做到書房 進去看下去應該有8呎深 然後就是一個主人房 主人房那邊亦是望向藍的景 不如我們調一下鏡頭 看看整個layout 到這裏看見到是真正的殺死位 有光盲又漂亮的一個單位 一房加釘585呎 非常之大 你見到一個L型廚房 超慳位的設計 放一個餐桌在這裏 燈應該是放在這裏 如果你放一張小一點的餐桌 也可以在那裏 那邊有一個很大的釘 剛才說的差不多8呎深的釘 然後這邊會見到很漂亮的整個layout 是一個夠寬闊的living area 然後外面是一個向南的景觀 這邊望過去是沒有遮擋 不會被murn gateway那邊擋住 我們稍後再出去看看那個景 我們先過來這邊看看 這個concord kitchen 非常之美的一個corset 還有石頭 上面就有些櫥櫃 櫥櫃上到這個頂 你們見到很多時候 廚房都會有少少的drop ceiling 但這個drop ceiling是非常矮的 真的只剩下四吋 它很巧妙地放在這個喉管 因為這些抽氣扇 它有些喉管放上去才能塞回去 它將它route到它 這樣轉一轉 在那邊才出去 所以這個整個廚房就沒有了drop ceiling 非常之聰明的設計 這邊我們會見到些什麼呢 一個很美麗的L型廚房 一個不鏽鋼櫃 星盤會有原裝 這些保護的星盤層架 這邊會有concord 其實也很豐富的東西 有廚櫃下面的浪層架 有垃圾桶 這邊會找到Millet的package Millet的洗碗機 非常之大 然後有個Millet的四吋的gas爐頭 然後也有很美麗的 好像大屋一樣 才能找到的Millet的盤層架 然後這邊會有個焗爐加微波爐 微波爐當然不是Anasonic 然後在旁邊便會找到它的雪櫃 雪櫃也是Millet的開門日式雪櫃 這邊基本上要講一講 不如過去 剛才我講了一大堆的櫥櫃 裡面有多少配置 其實這裏都會繼續看得到它的手工 它的櫥櫃首先有兩層抽色 Soft Closed 接著這個才厲害 這個Pantry 是很大的一個Pantry 它已經放在這裏 這裏都會深入到這裏 深入到這裏 深入到這裏 下面那裏為了方便起手 它便會放了一個 Integrate 抽出式的層架 這裏我老婆肯定是Happy 放在裏面後 一瓶豉油都可以拿到 我們繼續看吧 過到生活區那裏 大廳那裏 看到它 因為我放了家具 在這裏 講一講 這些我的Listing 多數都會包了這些 Staging 因為我深信 放了Staging 放了家具 放了床 那裏 觀感好些 和賣的價錢會好些 為甚麼 因為客人 入到來 他知道 原來 他擺了這麼大張的梳化 他擺了這麼大張的床 書桌 這樣他便會安心點去買 不會經常嫌他小 怕他小 先說這裏 這個廳的闊度是非常舊的 如果擺了梳化 在這裏 應該可以擺到60吋的電池 這邊有很多位置 我剛才說過 可以擺一張圓的餐桌 也可以擺一張小小的背 在這裏 會較為恰當 因為基本上 一房價釘 兩個人居住 然後我們這邊會見到 景觀露台 不如出一出露台 先說房間和洗手間 因為實在洗手間 在Concord 亦是一個非常好的賣點 因為配置非常豐富 我們出到這個劇樓 首先看到很漂亮的 很乾淨的玻璃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有看我的節目 我真的不忍心 那些玻璃是蒙茶茶 或者有很多層 我一定是擺的 全部我的listing 那些玻璃 都是一層不染 一看出去的感覺是乾淨 而且這麼漂亮的景觀 沒有可能做過蒙茶茶 露台的玻璃 有一個很漂亮的設計 它是做高了的一個圍欄 有些我見過真的做到腰 差兩吋 就真的很多 我不是說壞事 差兩吋就很多 那個高度出來 舒服 向著那個景觀 剛才說了 向著藍的景觀 無敵的景觀 一路看下去 美國的盲城Helen 那個山那裏 你們的左手邊 我的右手邊 就是可以看得到 很遠的Alex Tracer Bridge 在Suri那邊 跟著 黃色藍色那一塊 就是IKEA NIGHT街 我們繼續講到那些街道 下面就是MARINE Drive MARINE Drive 那邊就是CAMBY街 CAMBY街 稍為會有少少隔著 不會真的在兩個大街口 這裏在MARINE Drive 基本上Concord 它真的有辦法 認識人多 或者好辦事 它可以做到眼燈 眼燈 基本上你在MARINE Drive 轉到直接 進入到自己前頭的 匯旋柱那裏 兩個座頭有個匯旋柱 然後才進入到 那裏 好過其他項目 因為其他項目 要兜兜兜兜 才可以進入到 這個 有個街口在前頭 有個燈位在前頭 過到那邊 大家都不需要再解釋 MARINE Gateway 也有 整個Office Tower 在這裏 這個Office Tower 下面有茶餐廳 有酒樓 然後對面有個大統華 有戲院 也都是CAMBY Sky Train 兩個站 就可以過到Richmond 一兩個站 去到Airpoint 由這條線 同一條線 進去TownTown 也不需要轉車 非常方便 我們進去看房間和洗手間 我們進去看房間和洗手間 進來這裡 剛才我做了一個度步 由老台到大門口 21呎 那麼長 非常闊落的空間 剛才有個大房間 有個釘子 然後有個洗手間 不如我們進來看看它的漂亮的洗手間 剛才我所說的 洗手間的用料和配置非常豐富 我們先說一下它的用料 整個洗手間都用了這隻磚 一路由地上鋪到旁邊 用了一個大的浴缸 有個花灑頭 建造了這個小鋪 很多時候人們不覺得 有時沒有這條鋪 就要自己去Dolawama買一條彈公幹 這個已經包了給你 也是好處 然後也是很多個細心位 這個洗手間基本上是滿分的 它有個鏡櫃 上下有燈 然後這個鏡櫃 這個鏡櫃 分開了三個開的 三個開的 還有這邊那個 就有個小小的 看鬆或者化妝的鏡 這製造的東西 不說你都不知道 還有這個整個 Undermount的吊櫃 下面也有氣氛燈 非常靚仔 我們不如出去看看睡房 因為睡房也有細心位 我們過來這邊 看房間之前 先說一說這件事 進來這個單位 基本上大家發現 沒有走廊位 是零 是零的Wasted Space 全部百分百 給你用得完 這裏的圓關位 也可以擺個 鞋櫃也好 擺個飾物櫃也好 擺個換鞋的Bench也好 非常漂亮 非常好用的一個圓關位 進來這邊 便會找到這個釘 進來釘 進來釘 再探討 因為這個釘非常大 過來量度 目測都應該有八尺 八尺 八部 七部乘四 八部 當然成 八部乘以四尺半 很大的一個位置 放任何東西都可以 放在床上放不到 過來這邊便會找到洗衣乾衣機 它用了一個中尺寸的洗衣乾衣機 一樣是Melay Package 它沒有說便宜出 它不會說這個用Melay 那個便用了Bloomberg 它不會用 全套 它不會給你省錢 然後過來便會見到那間睡房 我們進去看看 大睡房 剛才我所說 我真是急不及待 真是去廁所都嫌遲 差了床還未送到 現在我正在做節目 稍後他約了我便上來 他送第二車才上來 真是搞笑 這裏可以查實 基本上放到一張 Queen Size 床在這裏 三邊六床 現在放了兩個床頭櫃 後面便會有個衣櫃 稍後才看衣櫃 非常漂亮的衣櫃 說一說 多數這些新的建築 都會有這些衣櫃 包起來 尤其是房間和廳 是有分別的 它們有用腦 這個房間 基本上是我們所說的 Black Out Blind 即是隔光比較多 八成、九成 外面那些叫Privacy Blind 拉下來時 都隔了六、七成 等你不要黑 握了下來 說完這段廢話 不如我看看他的衣櫃 因為衣櫃內的用料 都是非常好 那裏的衣櫃 剛才有所說 Cancord的用料 剛才看到的廚房 非常美 廁所非常美 大堂也很美 上到最後看完衣櫃都很漂亮 現在放了這些枕頭和皮 因為沒有地方放 免得放在地上 但是剛才開的時候就看到了 開的時候自己穿燈 一個這樣的衣櫃 這些是原裝包給你的 買concord的就是沒有 concord的東西全部這些東西 都不需要跟你跟隨地交 總之看對價錢就買了 有所有燙櫃 softclose 這邊也是 softclose 這個也是自己穿 有所有衣架 非常配置好 和不會沽寒的感覺 我們出口說細節 很快和大家看過這個單位 一房加個釘的單位 580多呎 是一個2019年新的單位 4年新的 還有保安 10年 BiConcord Pacific 這個叫W1 剛才由底下一直上來看大堂 看豐富的會所 上來看配置 一進到廚房 非常靚仔的整個細節位 洗手間也是 好像整個酒店的洗手間 那樣 走到睡房 也是一個很開陽 很光猛的睡房 還有很多細節位 到衣櫃做得很漂亮 這個樓盤現在開價是69.8萬 是一個70萬都不到的價錢 非常吸引 有幾點一定要注意 有三點 主要是 首先就是 這個位置 這裏真是 對面 一兩分鐘便可以去到地鐵 亦都不會在 Camby 大街 隔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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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一點有什麼好處呢 第二個好處就是 這裏看出去 是一個無敵的南景 很遠的 看到美國那邊 還有河景在船頭 第三就是這個高層 高層的採光度和聲浪 聲音 我現在說小聲一點 真的聽不到外面 還有這個建築 2019年 有很多配置 下面有一個洗車屋 私人的住戶 才可以享受的 一個洗車屋 自動洗車屋 適合溫哥華 那些骯髒骯的車 在冬天的時候 可以洗得乾乾淨淨 第二就是一個 有一個匯所的一個建築 匯所之中 還有康斯 第三有冷暖氣 中央冷暖氣 包含了那個 電費 就是那個管理費 包含了 只是給電費 只是給電費 接著 第四 Coin Corpacific 建築 設計 保值能力 是非常強的 這個樓盤 現在趕趕趕 跟大家做一個影片 希望跟大家先賭為快 為甚麼 因為我相信 都很快很快 會賣得出 好快之餘 我其實都想做Open House 讓這個樓盤 有100%的曝光率 才可以賣得出 對得住我的客人 這個樓盤 會做一個Open House 今個禮拜 會做一次 下個禮拜做一次 星期六日 二至四 如果你有空的話 過來這裡 不是喝茶的 在這裡爹兩句 也在這裡 可以聊一聊 你有甚麼問我的話 我都會在這裡 我會親自坐陣 希望今個禮拜 會見到你 下次有甚麼損盤 跟大家再介紹 應該拿不到機上航拍 但跟大家分享一下 附近環境的影片 下一部分 新來觀眾未做 快點好做 下面有個紅色按鈕 訂閱按鈕 開啟鈕 免費 我將來有甚麼新片 YouTube便會告訴你 希望星期六日見到你 不要不見不散 你來便一起見 下次再見 拜拜 好了 現在答應過大家 去洗車屋 到了 洗車屋這裡 下車 開始看看行不行 好 好了 先進去拍好車 我一路進去 它便一路噴車底 一路進去 一路進去 錄燈 好 OK 叫停了 我便出去了 然後再去下一步驟 就夠了 好了 現在的車拍都進去 繼續按鈕 按鈕 然後按鈕 它現在就說In Use 看看洗不洗得乾淨 我的車側受到很骯髒 Concord這個洗車屋 真的只有它才首創 那些樓盤有位的地方 它便已經放進去 是的 這個W1 是售售回所設施和洗車屋 看看洗車屋 乾不乾淨才買那間屋 好了 現在好像在噴水 不知道我第一次放進去 會不會弄爛的車 或者刮爛的車 你看看 很緊張 OK的 它應該有感觸感 過來看看這裡 過來看看這裡 好 好似有少少泡 那樣的東西 對了 現在放些泡下去 保留著這樣 泡咤先浸來 即是 Baptist Settings 這個洗車都沒那麼爽 等著看著他洗 好 反正都在等 vigil 在這裏賣一下廣告 上面那個一放一腳釘 星期六日就會做一個 OpenHulk 2-4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過來看看合不合你 或者買一個樓盤 買了它 現在我們就看到它在噴什麼呢 我噴粉紅色的泡泡 可以噴粉紅色泡 現在做什麼呢 再走回前頭 噴水了 噴水了 水很厲害 還有些洗不乾淨 還有些紅色在那裏 再來一次應該是吧 對呀 再來一次 很厲害 都頗認真 還在前頭那裏 還在前頭那邊 噴水在那裏發光 好 現在走到一半了 OK 走回到後面 哇 看見都好像很乾淨 看見都乾淨 那怎樣呢 現在OK了 過了水了 應該要吹乾它了 現在沖在這裏 它又像搖臂在那裏 我衝過去那裏 OK 接著 拿回臉上去 應該搞定了 應該沒有了 Finish 還沒有呀 還是紅色 還有甚麼玩呀 吹風呀 吹乾它 它有三個吹風鏡在吹 那裏真的OK好認真 哇 哇 它還要停一停,慢慢再吹回它 OK 完成了 好,看看我的車是否乾淨 好多水 好,拿去看看乾不乾淨 滴了些水 OK 好了,跟大家實地做了一個洗車屋的測試 好,我們去看下一個影片 OK 快去吧 好,出來了 看看車乾不乾淨 先看看 吹得不是太乾,但是 真的OK OK 下一次多些盤給我 可以有空 試一下洗車服務 不如我們繼續去看其他東西 快樂 好 快樂